大家好 歡迎收聽HKV的《獨障天才》第三集 我是節目主持人Twiggy 在我旁邊有Christy Hi 還有Odelia勞茲 Hello 上集我們就說了有獨寫障礙的小朋友 他們對於鏡面字和認字方面的困難和解決方法 但其實你們知不知道 就算是小朋友學懂認字也好 他們在閱讀方面也會有很多困難 那是不是真的好像你這樣 是啦 就好像我很累的時候 我也不想說出來 是怎樣的呢 我們上集都說過了 有時情況出現 就是當他們整段讀完 即是每個字都懂得讀也好 其實他們都不明白裏面說的是什麼 又或者整條題目都懂得讀 但是又不知道要做什麼 就好像你這樣 好像我本來的時候才這樣說 除了這件事之外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困難呢 其實他們通常是因為閱讀習慣 出了一些問題 可以有很多原因 不如我讓你猜猜吧 不要經常都是我說的 因為家長很多時候要聽 在小朋友讀的時候要留意這些習慣 不如讓你試試辦一下家長 我扮小朋友 這次我讀給你聽 看你留意到 為什麼閱讀習慣會令我不明白 當中說的 終於不用做小朋友了 來來來 我做小朋友 小朋友 媽媽你好 這次第一個情境 你可以猜猜發生什麼事 準備 從 前 走 店 煮 人 向 小 名 收 十 元 你不是說明是送的嗎 逐個字讀嗎 逐個字讀嗎 有什麼問題 慢 慢 有什麼問題 很慢 你不是說慢 你不是插出不如沒回答我 你不是插出不如沒回答我 你不是說明是否串連到一個字和一個字之間的關係 變成如果一句字很長 他整句話就理解不了 嗯 所以閱讀的速度是很影響的 是的 但是除了速度之外 其實還有一些其他東西 你又試試看 那你讀吧 你要猜過 放馬過來 放馬過來 熱鬧非常 反過來也相反 你不是渡得很快嗎 渡得很快 不是那麼簡單 一開始讀完 然後呢 很近了 然後就是沒有停過 沒有停過 沒有停過為何這麼嚴重呢 其實他當中漏了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中文其實老師經常教標點符號很重要 但是小朋友很多情況出現 就是他們遺漏了標點符號 根本就不懂得把句子斬件 斬件不了 很長 一來他理解不了 二來是可能 甚至乎你沒有標點符號 錯了 錯了功夫的斬件 整個意思可能是180度調轉了 真的這麼說 回想起以前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以前 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那個年代 還有 還有教電視的 其實ETV 你有沒有看過一集 是說 客人下雨 是 說下雨 下雨 然後請了那個 你也有看過 我很喜歡看電視 下雨應該是甚麼請客那個 有個人就去了朋友家 然後突然下大雨 突然間 然後他就給了那張紙條 就是上一張紙條給他朋友的工人 然後叫他那個工人 給他的朋友看 所以他會留下來 誰知道他寫那句 那個紙條就是沒有標點的 他那句就好像是 他寫下雨天 留下天 留我不留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 下雨天 豆號 留下天 豆號 留我不 問號 留 但我 怎知道他有沒有做 Firiful呢 他的朋友就要為 他想說 下雨天 留下 句號 天留我不留 句號 他不留 他就給我遮蓋 保存我不留 天留我都不留 對 給我遮蓋 然後他就很無奈 好雨 然後就走了 那些情況是 又遮蓋 黑雨的情況 最後就是淋濕了 所以沒有了布衣服 其實180度變得冤了 但其實很多時候 你就是不為意自己沒有了 是不為意自己沒有了 是啊 除了他們不為意自己沒有了 標點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他們會經常出現 他們都會經常跳行跳字 這件事其實都是 我們不為意自己沒有了 有這個情況下做了 是的 但這些情況很多時候 會在考試、測驗、默書那些 緊張 特別顯著 不過家長也要留意 就是不一定是在閱讀理解那裡出現 或者是看書那裡出現 有時候數學的文字題 亦都會有相近的情況 是他們可能看完整條題目的 但是其實不理解入面說什麼 計錯數 或者是不知自己要做什麼 都會的 嗯 而且很多時候我們會出現的情況 就是一些很細微的東西 或者一些外在的因素 都會對我們有影響 細微到連一些字形 或者一些顏色的突然改變 都會令我們突然間好像 好像瞎了一樣 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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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字 我舉個例子 我記得有一次 我和一批朋友一起玩遊戲 我就要負責閱讀一篇文字 我不知道為何他們找我來閱讀 當時我很記得 我們就拿著一本雜誌 我就要去讀 你知道尤其是英文雜誌 通常第一個字突然變大了 更加深色了 深色大佳 大佳 大佳 放大 一個字等於小個字 是的 然後我很記得那本雜誌 第一個字是the 什麼什麼 因為我要負責讀 我就讀 然後我就讀了he 什麼什麼什麼 他就不斷的 他就不斷的 然後那個朋友就發現了 然後就不斷的叫我再読 再看清楚這些 再讀多次 然後我就再讀多次 然後繼續讀四次 都是讀he 我完全看不到t字在前面 他說 其實你可以串給我聽嗎 我又串給他聽 我說就是h 我以為自己很聰明 我以為他在玩 我朋友問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字 我才知道原來我看不到T字 我完全沒有意義 四、五次我都看不到 我才發現原來當我們有些顏色的改變 或者字型的不同都會有影響 因為我看見其他學生也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有時候如果文章太長 或者太多字我們不認識 甚至內容比較抽象 我們都會出現跳行、跳字的問題 很觸動 太多不認識的字 一篇文章是多少不認識還是太多呢 之前我看過一份研究報告 如果小朋友看一本故事書 如果他看第一頁或第二頁 他看了第一頁 如果有10%以上的字他不認識 其實那本書對於他來說已經太深了 10%以上就算很深了 對 你剛才說除了太長之外 你也說字太抽象 畫太抽象我都不認識 其實也不認識 抽象畫我也不認識 我知道是甚麼 但字又怎能抽象這些字 抽象的字 我記得有家長也說過 有很多字去解極小朋友 都好像不認識 譬如是甚麼呢 後悔 這些字的重點 其實你沒有直接有一個意思連繫在後面 例如說這個是杯 你就知道一個杯 杯字等於這個樣子 但後悔 你沒有一個樣子在後面 可能你要靠去理解了一連串的字件 最後一個感覺是很後悔 所以因為這個那麼間接的關係 我們就叫做抽象 可能他不可以直接理解當中的意思 其實說真的那一句 抽象這個字本身也很抽象 很抽象 其實我覺得抽象的意思就是 你不明白他不是抽象 因為他們是圖象的學習者 所以很多時候你這麼不直接的話 他們很難很快地理解到 尤其是在文章中 無端端有兩個完全不… 甚麼是抽象 大分獎 我真的明白 你第一次接觸這個字 真的有甚麼字 所以這些就是所謂的抽象的字 要小心留意到會引起 他們跳韓跳字 但就算你解決到… 即是當你可以解釋完 令他明白所有抽象的字 又找到一篇 他全部字都認識的文章 但他仍然是跳韓跳字 那怎麼辦呢 其實每個引發他們跳韓跳字的原因 都很不同的 但當中其中一個最常見的原因 就是因為眼球控制 嗯 眼球控制 眼球… 那即是解決他這樣看嗎 哈哈哈哈 你試試看這樣看 好厲害 我應該都會照樣跳的 哈哈哈哈 這樣跳 其實甚麼是眼球控制 其實很多時候家長不在意 已經做了眼球控制 其實是一些訓練的 譬如是甚麼呢 間尺呢 那些家長很喜歡畫 把間尺在下面逐行逐行 或者用手指 甚麼逐行逐行 逐個字逐個字 逐個字 就是要確定你不要跳韓 或者跳了一個字 雖然有時候 你也會指指一下 跳了一個字 你也不知道 可能手指太大了 這樣吧 但是呢 但是也要留意這件事 不是每個小朋友 可以直接一開始 才開始用間尺或者手指 我看過試過有個小朋友 其實已經讀過了 但是手指還在 哈哈哈哈 我對都有試過 哈哈哈哈 子余 子余 等到甚麼 這裡 不 不是啦 下面 哈哈哈哈哈 或者你手指指下 其實手指也指向下一行 都有情況出現 那因為其實很混亂 你想一下 例如整篇東西那麼大篇 嗯 那你指指下 其實是看到下面的 那你不小心指指 指向下一行 其實是很正常會發生的一件事 那所以呢 真的很好笑 你不說 你的手指還在上面 那所以呢 你要用的是什麼呢 有張紙 那首先就要在一張白紙上面 然後在旁邊撕一個角落頭 好像這樣 一個角落頭 然後呢 就拿你想他讀的那一份文章出來 放進第一項這個字那裡 譬如蟲子 那就逐個字 逐個字這樣移 酒 店 煮 人 向 小 明 收 10元 好慢 是慢一點的 我明白的 你第一次都想到 逐個字移 中英文也是這樣做 這樣移 但是 其實我們的目標就是 希望它好像星爹那樣 你最初是要慢一點 去習慣這個方向和速度 始終這件事影響他很多之後的閱讀 如果他這件事習慣了 即是靠一張這樣的紙可以做到這件事的話 其實之後可以move on 用回媽媽想用的手指或者間尺 甚至乎去到後期 希望最終的目的就是靠雙眼 就可以看到整篇文章 不會跳 但是這個需要時間去訓練 因為很漫長 好像漫長的路 但是 經過你這三部曲 雖然可以解決到這個 跳行跳字的問題 但是之前剛剛不是說過 你那個急口令 即衝錶店的問題 嗯 那如果 對到錶點符這個問題 你又可以 應該怎樣解決 其實呢 可以用一些螢光筆去highlight 那為什麼要用螢光筆去highlight 因為呢 好像 其實有時候 情況會怎樣呢 其實小朋友 是完全不回意到 有錶點符好這件事的 所以當我們highlight了 那個錶點符的時候 其實小朋友就會知道 這個位置就是代表 句子的元件 那就是從而他們可以 明白多一點 那邊那個句子的內容 是說些什麼 蛤 就是highlight 出片 不是挺多 點 點點點 點 但是好像很簡單而已 highlight 好像這麼簡單的 都要教 都要教 其實呢 聽起來 就好像很簡單 又或者很容易的事 但是呢 對於我們有 對於讀寫障礙的人來說 其實很小的東西 對於我們來說 都會有一定的影響 那 有時候甚至乎 連文章的排位 或者數學 或者老師出題 都會對於我們來說 是有一定的影響的 我舉個例子 其實都挺有趣的 那就是呢 那就是我們試過見過有學生 媽媽就回來了 就這樣說 對 那麼呢 老師呢 這個是測驗卷的 那麼就派回來 那麼呢 媽媽就回來說 哎 女兒計錯了些數 明明會計的 那麼就計錯了 那麼呢 這裡就是說 第一題 四十三加三十二等於什麼 第二題 三十二加四十五等於什麼 是不是 那麼呢 他計錯些什麼呢 你猜一下 你寫得這麼快 很明顯 1.43 啊 對了 那小朋友當時 就以為是 1 不是 因為他還未學點數 他就以為是 143加32等於什麼 那麼就以後呢 下面的就全部都是 232加45 那你見到 你見到 為什麼出得這麼難 所以呢 你見到嗎 其實呢 我剛才不是說 其實小朋友看不到那一點的 是看不到那一點的 其實跟這個情況一樣 他呢 不以為這個是 一個字 一塊 一塊 譬如 一百三十四是一塊 這樣去看 這樣就會 這樣去計錯 那麼當然 有些小朋友 他的計法就是 將 他學了點數 就將 1.43 加30 對 這樣去做 那麼我們兩個個案子 都見過 但是 重點是 其實我認為如果他計的 對 就應該是 因為 因為是數學 那麼 143加32 這樣就算了 但是怎樣 有沒有辦法解決它 通常我們平時都會做的時候 我們的做法就會很簡單 我們自己出卷 我們就 除了我們說 例如剛才說 1.43 加32 這樣 我們就會做的情況 就是 很簡單 要不就把它 挖住 挖住它 哎呀 挖住它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 的解決方法 那就是 將一個 挖好 這樣挖住 它就很明顯地看到 就是43加32 那又或者呢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是 甚至乎好一點 是的 圈著它 嗯 是的 那你圈著它的話 那些學生就會一定是 我們就一定會看到 是 這個是 第一條問題 那43加32 這樣 是啊 很簡單 就已經可以解決了這個問題 是啊 很簡單 但其實你知不知道 有一件事 我找到的 即是 我找到的 其實也挺有趣的 另外 有一次我們 教學生數值 我們通常 教學生數值都會是 嗯 這邊就是 個位 這邊就是 十位 這邊就是 八位 這樣 咦 調轉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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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我轉轉了 好 過十八 這樣 然後我們通常 叫學生明白了 甚麼是過十八 之後 你就會通常跟他說 你可以幫我寫 出來寫 三百二十一 這樣 學生就真的出來寫 三百二十一 然後老師又問我 又找另一個學生 你可不可以幫我寫二百三十二 另一個學生就真的出來寫二百三十二 然後老師就問 嗯 同學你們之前都學了哪個數值大 哪個數值小 不如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在這裡哪個數值最小 那學生就舉手 自己主動舉手 那他出來呢 你猜一下他怎麼做 二百三十二 二百三十二是最小 是不是 他不是 他就告訴我們 十二才是最小的 對 這樣也是可以的 十二二十三和三十二 十二是真的最小 對 那為什麼其實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因為當時老師畫的時候 就會好像我們平時教書 就這樣分隔了 就這樣分隔了 那我們的做法其實很簡單 要解決問題 只要在中間畫多條線 那學生就會知道 原來這一群是一個數值 這一群是另一個數值 那他們就會知道 原來是應該這樣看 就不是打直看 所以剛才我們都說過 很小的東西對於我們來說 其實都會有一定的影響 是的 你知道嗎 你明白呢 平時我們中間 我們出卷那些 或者做Nox 那些 其實每一次我們做完 都會發給粗子看一看 因為我要讓他 即是QC一下 品質驗證 對 你沒有知道 他們都沒事 對 他如果不會出卷 或者他明白當中 是我出了哪一條題目 問了什麼的話 他不是打1.43 這樣就OK 但是這個問題其實 不單止出現在數學 其實在中文英文 有出卷 都會看到很多情況 連線 很多問題都會出現 這個問題 即是我們數學 就是最容易去解釋 給媽媽聽 還有 希望老師或者媽媽 都會留意得到 他們有不同細微的東西 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嗯 那有你這個 這麼優質的藥品 真的 劍證 可以 還有這樣解決了那些問題 但是也不代表 他們可以理解到那些文章的內容 嗯 其實呢 有很多時候 他 即是 有很多時候 可能是應該這樣說 可能 在我們中心 我檢查過 才去給學生 但是呢 確實你都說得對的 那有些情況 就是 其實老師 他出的時候 他不回意到這件事 其實學生也不能去給 嗯 那變相呢 我們做的情況會是怎樣呢 我們呢 就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首先要令到他aware了 即是自己知道 其實 哦 原來這件事 是令到他們trigger的 即舉個例子 剛才 就是1.32 這樣 即第一題 32加那個 其實我們要去知道 其實這一點 不是代表 點數 或者不是整個數值去看 而是第一條問題 因為出問題 我們要告訴他 就是 出問題 第一題 可以是Q字 跟著1 即Q跟著1 又或者是1動1點 即第一題 或者一個括號 都是代表第一題 那他就當他自己aware了 即當他知道了 原來這樣 有不同的出發 有不同的出發的時候 那下次再做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出現 哦 即是視乎你那一下 其實 老師就要視乎你那一下 其實想考他這些什麼 嗯 那你要留意這些 這麼細微的 其實很常見 其實很常見 其實真的很常見 對 始終你想想 他們那時候 可能標點符號都看不到 其實那些一點 那些其實跟他一樣 嗯 但是其實 去到 剛才所說的那些 都是希望他可以由他的習慣 或者老師由外在因素 去幫他 確保他可以讀得完一篇文章 但是 什麼叫真正他理解 剛才你Christy也有說過 真的理解的話 我們通常會說 他可以由自己的角度 或者用自己的方法去表達出來 如果你可以用自己的方法 譬如是老師會叫你 說回這個故事 說過什麼 或者是可能叫你大過一點 叫你寫中心思想出來 這樣的話 即是你講得到 就等於你了解入面每一個內容 但是 都要留意 他們很多時候 這批小朋友 不是一定可以講得到這麼好 或者是他們未必可以寫 寫就更加 但是他們不代表他們不理解 只不過是表達不出來 如果你真的要他告訴你 他你不理解到的話 一幅圖畫可以幫到你 因為他們是圖像的 一幅圖畫可以代表到 用一幅圖畫代表整個故事 說什麼的話 即是告訴你 他對這篇文章有多了解 通常我們都會靠這件事 跟他們做多一點練習 怎樣可以理解文章 或者讓我們知道 究竟他那個程度去到哪裏 即是他自己的方法 對 其實方法有很多種 不一定限定你想要的那些 其實 剛剛Odi也說得對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最大的問題是些什麼 當老師問他們 其實這篇文章講些什麼的時候 他們就會跟你講到頭 講到尾 但中間就完全 有些可能只有頭 對 完全沒有了 自己加插了所有東西 加插了之後 我能夠連到 我能夠合理 就代表他明白了 那個文章 是的 我當時很搞笑 有一個小朋友 講到一篇閱讀理解中文的 說法國有一個地方很多人喝 很喜歡喝酒 但是人們喝醉就去搞鬧事 搞到很多人要坐牢 政府覺得不對勁 這樣不行 所以他就說 所有的酒莊 由明天開始 全部酒不用錢 讓人們可以盡量 但是你知道 老闆做生意都是賺錢的 所以 最後就是 因為這條 policy 所以 所有的酒莊都關門了 因為沒有生意 所以 最後沒有酒買 人們就不能喝 沒有生意 很好生意 沒有錢收 很好生意 沒有錢收 真的很慘 但是 最後有一條問題 就是問他 究竟 為什麼最後 沒有人再鬧事呢 其中一條的閱讀理解問題 就是因為 關門了 政府說不用錢 他們本生意當然關門 沙門 都沒有酒喝 都沒有酒買 都沒有酒買 那些人不能喝 都沒有酒 都沒有鬧事 對 整個 logic 是很容易得到的 但是 很搞笑 這個小朋友跟我們說 他說 因為 人們坐牢 那就沒有人鬧事 好像剛才Tricky說 好像Tricky說 他們有時候有頭有尾 沒有中間 或者可能只有頭 沒有後面的東西 他沒有採取到坐牢 對 他的腦就採取到坐牢 然後就沒有理會到後面 那麼多的細節 你說他是不是真的理解 他不是 但是他看了一點 沒有看到一點 所以這些就是我們常常說 理解上面出現了困難 或者他們有個習慣 會是這樣 我們媽媽和老師都會留意到 如果要他們 真是 理解到那篇文章的故事的話 就像你之前說的 要他們畫一幅圖畫 用那個圖畫 用那個圖畫 叫做著字 對 他畫得到就明白了 對 其實 有時候我都經常跟家長說 家長可能有時候都會說 為什麼每次都要畫畫 好像很久 其實畫畫 我經常都跟家長去解釋 就是不要小看他們 就是他們看完一篇文 然後再畫一幅圖畫 不要小看一遍 聽起來好像很無聊 但是當中的意義 不是要他畫畫畫得有多漂亮 而是小朋友 他讀了之後 他要消化了 然後再表達出來 因為他們表達到的時候 他就真真正地明白 文章裡的主子是什麼 而很多時候 他們就是要 幫他們做一些閱讀理解的時候 他們就是正正要答一些 不是有直接 或者 沒有直接提及 或者一些抽象的問題 舉個例子 他們經常要答 作者的心情是什麼 中心的思想是什麼 你可以幫他選一個最合適的 題目 等等 這些問題 其實就是他一定要明白主子 所以才可以 是 作者的心情 我真的有記憶以來 好像一籤未答 那些問題 心情複雜 心情? 我心想我怎麼知道 我又不是作者 但你應該怎樣 教他們找文章的主子 在你教之前 你一件事要很留心去發掘一下 究竟小朋友 知不知道什麼是主子 和什麼是重點 因為剛才說過 這兩個字都是一些很抽象的字 對 這件事要小心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教的小朋友 會發現他們不知道什麼是重點 但他們的題目 就經常出重點 這兩個字 然後 你當他真的知道了 你可以再去下一步 跟他教他如何分辨一些描述的句子 或者一些重點的句子 當然 你要在文章裡 描述出來 給他看 還有什麼叫描述 意思就是 一些可有可無的 譬如 當時有一篇文說 有一隻蝴蝶 一個男人走一走一走一走 公園 差點踩中了一隻很漂亮的蝴蝶 然後就說 這隻蝴蝶是橙色的黑色的 好像澳洲一種不知什麼品種 他就問你 這一段其實是說什麼 小朋友就跟我說 這一段是說那個人 走一走一走去見到一隻蝴蝶 他差點踩到它 然後 蝴蝶是什麼顏色 從頭來告訴我 然後我就說 重點就是在那一段 在裡面 對 其實我檢查了 他知道什麼叫重點 但他不懂得找 我就跟他分清楚 哪些是無關重要的描述 和重點的句子 他找得到 分辨得到 其實他就會知道 重點就是 男人覺得蝴蝶很漂亮 想看著他 完 他要懂得概括一些東西 有一些不要的東西 他要剷走 這些就是最簡單 或者最表面現在我們可以說到的一種方法 就是分清楚這兩方面 對 對 所以 其實 在家長 教小朋友 去理解一篇文章的時候 其實 最重要就是 由基本開始 為什麼由基本開始 就是 我們之前都說過 首先由字開始 如果他的問題就是出現 他根本就 不懂字 就要由之前 我們教 之前那幾集都說過 如何去串字 如何去記字 如何去解決那個 鏡面字 或者差不多樣子的字 然後就要再去看他的閱讀方法 我們都說過 比如剛才的閱讀習慣 究竟他是 逐個字出來 一口氣 有些不同的閱讀習慣要去改 要去改 然後就要教他們 如何用不同 或者適合他們自己的方法 去表達 講文章的意思 以及教他們如何去找重點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不要忽略一些很細微的東西 對於你們來說 沒有什麼所謂 但對於我們來說 其實就是 排位那些 對 1.43 我已經記得 對於我們來說 其實都很重要的東西 想不到 只是看故事而已 不只是看故事 而是看題目也包括 對 看東西 原來都要有這麼深的學問 但今集的時間 好像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集說什麼 下一集就會和大家分享 小朋友的行為問題 下一集見 拜拜